講起來青雲姐 好不習慣 青雲姐 對啊 幫我們上注音喔 因為那個字沒有很多人會唸 對啊 當年很多藝人會排擠你 說你的酸言酸語 為什麼 一直都這樣啊 我覺得現在人家也會說 一直都這樣 這個呂的是怎麼回事啊 他是不是有前科 怎麼老改名字啊 誰會講成這樣 沒有沒有其實 沒有沒有冤枉 我沒有改那麼多 這個呂的你改了幾次名字吧 沒有沒有沒有 其實哪有 我周遭的好朋友都知道 我本性來我信來 那是因為後來我 我爸爸媽媽他們分開了嘛 那我就有的繼父 我的繼父姓趙 那我很小我要念書呀 那是不是要跟著 跟著繼父的姓 那他對我很好 繼父疼愛我 所以我就很幸福的童年 長大了 我進了影剧圈 我當然就用趙啊 那基本上我是 本性來啊 可是這是我 本性來 我周遭的好朋友大家都知道 我本性來 只是我沒有對媒體說 那進了台式 我歌唱比賽嘛 那進來了之後 就後來就開始拍戲啊 那戲拍拍拍的 後來就 你歌唱比賽剛結束嘛 那唱片公司就找我幹唱片 可是那個老闆就說 你那趙貝一句 他說我這是男生名 他不喜歡 他說叫我要改名 後來就應老闆的意思 我就改了趙之金嘛 趙之金 趙之金 趙之金就是 就貫唱片 又有一個階段 趙之金 可是後來因為 我約滿了 我就去中市 到了中市 製作人又覺得 我那個名字 他說有點慫 不好聽 那製作 趙之金有點慫 對 然後他就希望 我改一個比較 詩情話意的名字 叫什麼 後來就改了唐若瑤 唐若瑤 所以有一段時間 又改姓唐了 唐若瑤 在當年唐若瑤這個名字 其實挺 挺洋氣的 對不對 挺啞的 對 因為那個 因為從台詞跳過去 也是很中性就是了 從台詞跳過去 第一檔連續劇嘛 但你覺得若瑤 也不像你吧 對啊 對 就是 就是後來改了之後呢 因為跟製作人 有一些意見上的相處 不是很OK 後來 我就 有一點狀況就是 七八年來我就沒戲演了 沒戲演了之後 後來我覺得 這個名字對我也沒加分 不過在當年那個時候 雖然我沒有八點檔演 可是我立志 發分圖想我學台語 所以我在那個時候 我就演了很多 那個 近江月 奧巴桑的台語 我說我不會講 我教你 他樂死了 因為八點檔去演他 閩南語太棒了 所以我就是 其實我現在回想 要是當年沒有這樣一段的過程 說不定我現在 就沒有糖果咬的過程 不是 我現在根本哪有 那個名是那個暗黑的機會啊 對不對 我後來 又改回來 剛好有個機會我去華視了 我去華視後來想想 算了還是用照被譽吧 是這樣子我就改 還是改回被譽 其實我那個只是 藝鳴只是這樣子在叫而已 那可是前幾年你 身份就沒改啊 前幾年你回來我們節目的時候 那時候又叫 新妍 趙新妍 到新妍 其實趙新妍也 也不是我要改 是 哎呀 就在 風水士壓腰波的前一天 我就碰到一個 一個 算一個 一個老師吧 他就說 趙姐 你怎麼還在用被譽啊 我說為什麼 他說你知道嗎 打從你出道到今天 他說你遭受的誹謗 遭受的傷害 這種留言還不夠嗎 他一講完我那個雞皮 跟他 就他認為就這個名字影響你 是 是他分析他跟我講的 他被譽的名字是不OK的 我的譽是其實是藍譽立的譽 這個譽很多人不會念 我常常被念照被留 照被輸 我不便宜我發誓 那因為是這樣 所以後來我就把它改成榮譽的玉 因為這個玉大家都認識 同音嘛 因為我不想亂改嘛 我是有原因的 OK 後來就叫這個玉 他說再來 你這個玉又有一個言 他說不講你壞話 又口舌了 他說不講你壞話要講誰 你趕快改 你改了 你就會賺錢 你就會活 然後 後來 我 我 當時我大概鬼迷心俏吧 我就真的改了 當時幾歲 改的時候幾歲 這名是2020 20 2010 20 也沒幾年呢 4年 大概99年前 風水世家 我忘了幾年 2010還是2011啊 對啊 佩玲姐 這個青雲 這個年紀還又紅一把 風水世家的時候 改回什麼名 就趙新妍嘛 就人家幫我取的 趙新妍嘛 你聽起來這麼耳熟啊 趙新妍嘛 後來講真的 這個名字 也確實讓我帶來了好運 我在明是那七八年 我真的七 每一黨都有 每一黨都有 對 黨黨有耶 都北風北還有狐狸吧 還自摸 讓人羨慕啊 是 那就好 那就趙新妍就一路用下去 對 對 為什麼又回到 大人啊 親我到來 然後有一天 我還在睡覺 有一個朋友聊天 說 你結婚了 我說結你個頭啊 他說你沒看這些報紙啊 趙新妍什麼 帶球走路 什麼結婚 什麼 原來有一個年輕的書法家 是不是叫 也叫趙新妍 後來我一想 其實講真的吧 我都覺得趙新妍 我自己都用得 有點不好意思 因為新妍是 感覺是很年輕的妹妹 我都覺得老太太 我年紀一大吧 用新妍有點不好意思 後來我就覺得說 那兩個趙新妍 怎麼辦呢 那我說好吧 那就讓給新妍 因為我覺得她年輕 她比較合適 新妍就讓她用吧 後來我想我就回復本性吧 因為早在這個之前 也有很多老師就說 哎呀你 你的祖先都傷腦筋欸 她覺得你 你明明是賴家的骨肉 你為什麼去信個趙呢 你為什麼不改回你的本性呢 唉 我思考了很久 後來我想好吧 反正我們這麼老了 也不要求紅不紅 紫不紫 無所謂嘛 那就因為我的身份證是賴 確實身份證 要不要檢查 要不要看 反正就改成了這個賴親 後來我就回復本性 回了自己本性 但是這個青又是青春的青 雲又是甜的 有感覺上就是又回春了 我小時候的名字叫 昭君的昭 幽良的梁 叫昭良 昭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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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因為會有諧音你知道嗎 所以我從小學 我們同學都叫我昭良昭良 所以我每天回家哭 我就吵著我媽說我要改名 我要改名 後來就是因為我不是有季婦了嗎 那季婦姓趙 那後來是媽 就昭良 後來媽就幫我改名 昭良 後來就是真的真的 同學都叫我昭良 你知道嗎 喝死這個名 討厭極了 後來貝玉是媽媽改的 美玲老師說到這個 改名字這件事情 其實很多人改了名字之後 開始聽了旁邊這個人說什麼 那個人說什麼之後 他又開始對自己的新名字 產生懷疑 又在想說是不是不適合 不是那我就再請老師 再幫我重新再取一個新的名字 又再 我就一直改來改去 會不會影響到 所謂真正的這個靈動力啊 會 沒有辦法起運 會 你知道嗎 其實我們改名字 我們本身還有我們自己的八字 我們八字流年 還會有好壞運的時候 但是你改名字 也不可能說你改了名字之後 你從此以後都是一路清雲 就是走到我們八字有不好的時候 它還是會有低潮的時候 但是我們改名字有沒有靈動力 絕對有 我們改名字呢 會改變我們的思想跟行為 然後我們碰到同樣小人的時候 比如說我以前比較衝動一點 講話直一點 但是我把它改晚轉一點之後 我碰到這個低潮的時候 我自然就比較不會跟這個小人對應 我就可以化解這個災難 但是呢我們很多人在改名字的時候 都是因為就是說 比如說幾話幾胸 然後就這樣隨便改一改 或是屬老鼠的就一定要愛打洞 然後屬豬的就一定要一個寶蓋頭 就這樣子而已 其實我們改名字 一定要先看我們的先天八字 是 比如說你的八字裡面 你本身是脾氣比較不好的 或是婚姻工比較不好的 我們就用姓名來做調整你的性格 自然你的運氣就會好 但是很多人就亂改 那像我剛剛我有看了這個 星雲姐的名字 星雲姐 我們改名字呢 像一個人改了名字之後 我們大家就盡量要叫他新的名字 但有的家人就不願意去叫 交了之後你就會有這個靈動力 但是我也建議不要一直這樣子亂改 因為我們每改一個名字 我們的思想行為 真的就會變成這樣子 然後再改這個的時候 又會變成這個性格 再改這個時候又會變成性格 但是如果兩個性格差太大的時候 我們怎麼樣 我們自己思維就會打結了 就他的改名字的時候 因為自己也不曉得老師 把我們改了什麼 那這個性格跟這個性格 兩個性格其實是差很多的 所以自己內心世界裡面 就開始會胡思亂想 就是會受自己影響 而不是受別人影響 像這個你看他這個五行 他陌生或就是比較男生的特質 那改這個的時候 自己又容易很多事情 果課金的時候又容易想太多 所以有時候自己就會干擾自己 所以一定要告訴自己 就是說我要改名字的時候 我就要開始 既然我相信這個老師給我改這個名字 我就要去相信他 我如果開始一直在質疑他的時候 人家又跟我講說 哎呀這個老師改的這個字不好 你又開始質疑他又在改的時候 自己就會干擾自己的磁場 那還有現在也有很多情況 跟清雲姐一樣的 他小時候可能本來就信這個賴 但是呢爸媽離婚了 然後又改嫁 他又改回這個姓 然後長大之後呢 他又要回到這個姓 那這樣子呢 自己也會印象到自己的運勢 因為我們改姓還有祖先嘛 所以我會建議就是說 如果你非得改姓的話 我會建議 那你就可以用一點 我們台灣其實是佛教國家 你如果真的非得改姓的話 父母帶著你你要改姓 那你就去超度你原來的 那家的祖先 然後你 要禀告一下 對 要去超度 然後你改到 你又莫名其妙 又進到人家造家了 你也要把它超度一下 這樣會比較好一點 就是兩姓祖先 你不一定要拜喔 你還真的 姐 你還真的人家說什麼 你都做啊 是 你不一定要拜 這人真好相處 很多人會說 你要去請公馬 那弄那麼多的排位 但是你 你 我們 我們後代不拜的話 你這些公馬也是很麻煩的 那你就用超度的方式 你給這兩姓的祖先去廟裡 你做個超度 那等于是说 我也进到你们家门了 我做这个超度 我也利益到你们了 那就这样子 但是我们名字 尽量不要一直乱改 改来改去不好 但是改名字 对我们的效果 真的会很大 你为什么这个时候 口舌是非会比较多 因为有24话我们讲过 就讲话稍微直接了一点 直接了一点 就会稍微容易引来口舌是非 然后你改那个心言的时候 最没有是非 因为心言的时候 是你人生最安定的时候 我刚刚听你讲 改那个心言的时候 是你本身比较愿意 活在当下的时候 所以那个时候讲话 比较没有那么直觉 所以你就会比较 在那一段期间 就会比较稳 然后你现在又改回 这个的时候 它的思维就会慢慢慢慢的 人会比较安定 但是你容易躲在 自己的空间里面 所以你改成这个 活课经的时候 因为你有17话 我们讲过17话 就会慢慢的 就会慢慢的 比较不跟人相处了 所以我们到了晚年的时候 我们改的名字 其实是要改快乐一点的名字 但是你已经改了 我也不建议你再乱改了 既然你已经相信 这老师已经改了 我们就要相信他 但是呢 因为他有一个石器化在 千万不要让自己 躲在自己的空间里面 我们呢 在这个时候 要好好的去 我们到了晚年 我们还是要去接触人群 我们接触人群之后 我们的心才会快乐 因为这个名字 容易让你容易想太多 不够快乐 所以我们一定要 会吗 现在这个青云 就是有点文青风 对 因为你觉得最近 气质都不一样 我觉得改了青云 我好快乐 你好快乐 我好快乐